全国两会正在召开 首次以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参会的林友诗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今年将继续关注弘扬中华文化 并将就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推动香港 台湾与祖国大陆交流融合等建言献策 林友诗曾任全国政协委员 在他看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离不开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 在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定位下 要继续增加中华文化的厚度 增进港人的文化认同 孔庙是我们的中华文化的精神标志 因为孔子是中华文明的代表 孔庙是很重要的 它是应该处在故宫文化博物馆之外的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文化的地标 所以要增加香港的文化的内涵厚度 我们就要增加中华文化在香港的内涵厚度 那这个孔庙是非常需要的 出生于台湾 后移居香港 由于特别的人生经历 林友诗相信自己可以在一国两制 香港由至极星以及两岸和平发展等方面 做出贡献 就我觉得国安法的制定了 社会的秩序安定了 可它的深层的意义是香港的正能量出来了 香港的孩子们开始展现它天真的笑容 香港的真正的才艺才华 有才华的人 有创意的人 可以安心地去从事它的创造和生产活动 这是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香港如今正处在由至极星的新阶段 林友诗建议 随着香港与内地全面通关 一些香港公务员到内地交流的计划可以重启 并有机会列席省市县区各级政协及群团组织等 她既是香港的公务员又是我们国家政治体制里的一员 而且这个时候她能藉由参访 藉由听取政府的工作报告等等 更了解我们的政治体制 她也可以发挥她建言宪策的功能 我觉得可其可信的是 香港公务员对国家的归属感一定会更深 让他们能够也堂堂正正的 不只是做香港的一份子 而且做中国的一份子 谈起两岸相关议题 林友诗期望两岸能够加快加大力度 进行经贸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 特别是两岸很多行业协会之间的交流 这是大势所趋 全台湾的人民应该和中国大陆的人民一道团结起来 来追求祖国的统一和富强康乐 而不要成为民族 崛起民族发展的阻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